大家好,我是Roger 話說DSC倒數都差不多剩下100天左右 究竟有什麼實際的方法令我們可以把握餘下的時間 去盡力提升我們DSC成績 這段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幾個方法 是我自己以前考DSC的時候都用過的 我不想只是吹嘴說什麼 一個小時不要用手機就專心一點 希望有些具體一點實用的方法去帶給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去片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Google Sheets 其實第一件事,我們要溫習得有效率 是必須有一個系統幫助我們 即是如果有些人跟你說 我隨身今天溫什麼,明天溫什麼 然後他就有好成績的話 可能他本身底子已經很好 可能他本身已經是學霸 但如果你不是學霸 如果你底子沒那麼好的話 那就一起聽一聽了 首先我當然會把所有日期放在這裡 然後在每一個Box裡面 我就會嘗試做一些明確可行的目標 即是這些目標是要specific 以及要是feasible 即是什麼叫不可行的目標呢 譬如如果我在9至12點裡面 我想儲到100個山字 這個當然是一個不可行的目標 因為就算我看了100個山字 但我都記不到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不恰當的例子 一個正確的例子是怎樣呢 因為大家其實都快要考DSE了 不會再看Netflix學英文 或者不會再去看動漫學英文 所以當然就做PASS PAPER 其中一個可行明確的目標 就是在9至12點的期間 我會做一份2019英文DSE的Reading卷 因為大家看到一份Reading卷 其實它只是用你一個小時 零半個小時 所以在9至12點的三個小時裡面 其實我不單止是做到Reading卷的 大家就可以用時間去玩其他科目 或者休息少少都可以的 第二個Revision Tip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必須要預留時間去重溫 剛才不是跟大家說做PASS PAPER很重要的 但實在太多人跟我說過 我做完一次PASS PAPER 然後這樣就搞定了 那我就會增加到 而我給的答案當然是絕對不是 因為如果我純粹做完PASS PAPER 然後我沒有嘗試去重溫 沒有嘗試去做Revision的話 其實功效真的極低極低 我大膽說其實功效可能只有10%或者更低 當然如果你這樣做PASS PAPER 其實你是會練到一些時間管理 或者一些答題的感覺 但是這些其實都不是太實在 可以提升你的能力 那怎樣實際這樣提升我們的能力 就一定是透過Revision做重溫 那就立刻做個例子給大家 譬如說我9至12點 就已經做完PASS PAPER 即是2019英文DSE Reading 那其實我就可以趁新鮮滾熱辣的時候 在同一天的1點至4點 我嘗試去理解一下 究竟那一條我錯了什麼呢 究竟我不是因為有個三字不懂 或者我不是有個grammatical structure 我不會令到我答不到這條問題 所以這裡我就會打低了 我就會做2019DSE Reading的重溫 這個重溫的時間可長可短 可能短則半個小時 可能你本身底子都OK 你不是錯很多的 但是長起上來 有時候可能分分鐘是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半小時都不奇怪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論識這些時間 因為重溫的時間 我覺得和做卷的時間 是同等重要 而第三個tip想跟大家說 沉起都要多說一次 就是我隔幾天是要再做重溫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我很強調一個theory 一個理論 就叫為遺忘曲線 因為其實我們的記憶是很有限的 我們接下來只剩下100天 其實不是玩短期記憶 我們是玩一些中短期 或者中長期的記憶 如果大家想在DSE考的時候 都記得你剛剛操卷的那個生字 或者你記得一些你不懂的位置 就必須要隔幾天 或者隔一個星期去做重溫 所以譬如我1月1號 我就做了一個第一次的重溫 那我在1月8號 即是一個星期之後 可能我就會做多一次的重溫 讓我鞏固一下 究竟我之前學到的生字 我還記不記得呢? 去測試一下自己 或者一些Grammar的Structure 究竟我以前認識的 我現在記不記得呢?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如果我完全不做重溫的話 其實你看到是DROP的很快 我很快剛剛學過的東西 就忘記了 但假如你看到我24小時做了一次重溫 一個星期之後 或者可能隔幾天 我又再做一個重溫 你看到其實我忘記的東西 就會越來越少 甚至可能因為大家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如果我一個月之後做過重溫 其實你會發現 我幾乎所有東西都會記得 所以回到這個Google Sheet 大家記住 當我溫習的時候 尤其是做一些Pulse Paper去鍛鍊的時候 我當然要隔幾天 一個星期之後做過重溫 這樣就會幫到我 有效地鞏固自己的知識 然後第四個Tip 想跟大家說 就是重溫的時候 我如何去提升我的專注力 其實在這一部分 我純粹是做Pulse Paper的話 說真的 我不是很擔心大家會不專心 因為其實就好像考試這樣 大家計時一個半鐘 大家做得多少就多少 因為本身考試這件事 已經有個時限在這裡 那我相信大家 就一定會專心這樣做一份Pulse Paper 但通常大家遇到問題 就會是這個重溫的時間 原因是因為有時候重溫 就是我可能是重溫一條也是重溫 重溫十條也是重溫 重溫整份卷 我又重溫 那究竟我怎樣去令自己堅持 去重溫到尾 令到我整份 令到我整份卷都重溫了 那我自己就會強烈建議 這個叫Flora的六滴專注力的App 其實在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都有 不論你是iPhone 還是Android 其實你可以下載 那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我妹妹 或者很多人 其實都會覺得這個App 很有用 去幫自己提升到專注力 就不是純粹好像我片頭說 叫大家不要經常用手機 放下手機 因為這些建議好像廢話 但這段片想跟大家講一些實際 實際一點 實用一點 那因為這個App 其實它運用一些 可以在心理學裡面 一些reward和punishment的系統 就是它有獎勵 或者它有些懲罰 那譬如一開始 當然你是設定時間 譬如你想重溫半個小時 那你就放半個小時 在這裡 假設你走去滾手機 或者你見到朋友 發訊息給我 跟他聊天 它就會彈這個紅色的screen 就說你殺了一棵樹 那好像有些懲罰 它是想煽動大家的同情心 就是大家不要破壞大自然 那些 這個就是開玩笑 那獎勵是什麼呢 那獎勵就是 如果大家堅持了那25分鐘 30分鐘 那之後你就可以發現到 新的樹的品種 那當然 之後你就可以種其他不同品種的樹 那這樣 那所以第一個 去提升專注力的方法 就是這個種樹的app 它叫Flora 那我自己用過 其實都真的挺好用的 那所以強烈推薦大家 還有呢 我是沒有收錢做廣告的 你見這個是一個很小的channel 他又怎麼會找我幫他賣廣告呢 那然後呢 想跟大家講第二個方法 這個呢 就是一個叫動蠻專注法 這個名字就是我自己作出來的 但是呢 其實這個方法呢 我就是由其他DSE的channel那裡找回來的 但我不太記得哪個channel 大家如果記得可以跟我說 因為其實動蠻呢 通常都是20分鐘左右 那我覺得其實它是一個挺好的reward 一個獎勵 去幫助我們 去提升我們的專注力 什麼意思呢 譬如大家可以 我重溫了一個小時之後呢 我就獎勵自己 可能去看20分鐘的動蠻 之後呢 我就再叫自己去重溫一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再看20分鐘的動蠻 那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呢 我還是先查一查 因為我真的怕大家沉迷 那我分享一個經歷給大家呢 這個是我以前考DSE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補數學 那時候就很流行一些video class 就是我去補習社 然後就去take個video class 那因為我呢 就不太熟probability 就是那個什麼機會率的這個topic 那我就take了別人的regular course 那就是一些form4 或者form5的regular course 因為其實form4和form5 不應該是要很搶DSE 但是我那陣子是要搶DSE的 那在那個course裡面呢 那它呢 就介紹了我一套 關於probability 就是關於這個機會率的日劇 那給我看 那然後我一看呢 嘩 我沉迷上癮得很厲害 我呢 用了三至四日fullday 去看完整部日劇 但是那時候是說三月中三月尾 其實四月我就考DSE 我想回呢 都覺得有點後悔 就是我怎麼會用最黃金的時間 來去補劇 補了三四日呢 但是當然呢 我當時安慰自己就是 咦 可能真的太大壓力了 真的要鬆一鬆 那可能那三四日都重要的 就是令我放鬆一下 但是anyway呢 所以這個動漫的專注化呢 或者可能大家是看韓劇 或者可能看Netflix的美劇 啊英劇啊 那樣呢 大家真的要小心用 因為其實呢 我們都是人來的 就是我們不是機器來的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是會抗拒不了這些沉迷的東西 那就會令到我們呢 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誰適合這個方法呢 就是如果你自問是一個都很有紀律 就是你是一個很自律的同學 那你都可以嘗試一下 但是假如你不是的話呢 可能呢 你就乖乖地用回縱樹APP就算了 那這段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幾個位置 第一就是我們要設明確可行的目標 就是呢 尤其是當我們有個System 去幫我們自己溫習的時候呢 那我設一些目標 譬如做PASS PAPER那些 我就要很小心了 那第二就一定是預留時間重溫 可能你是隔幾天 或者隔一個星期這樣 去提升自己的記憶 那剛才呢 都有提過這個遺忘曲線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這些是科學實證的嘛 而當重溫的時候 如何去提升自己的專注力呢 我自己建議呢 主要建議是縱樹APP 但如果大家呢 都是覺得自己是有紀律的 都可以嘗試用動漫 或者其他的reward 去幫自己去專注的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 是幫到大家的話 不妨給個like 或者subscribe 都會支持到我繼續做這類的影片 接下來呢 我都會做更加多 可能關於DSE英文 PASS PAPER 或者一些英文的知識 IELTS 或者一些星學的資訊 以及在一些英文的新聞裡面 去幫大家學一些生字 或者grammar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以及希望下一段影片 都可以見到大家 那這段影片呢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